李若彤、吳卓熙、胡定欣和陳豪 這日一齊出席美妝品牌的發佈會 提到李若彤最近跟劉青雲合作拍戲 這麼久沒有一起合作 這次一定會拆出不少貨花 我第一眼見到精品時真的很開心 我跟她說我們多久沒見 是很久沒見 好像見到一個舊朋友 另外吳卓熙日前在監製潘家德的壽演 就跟少年四大明報的演員再次合體 觀眾見到都很懷念 剛巧那天德哥就戴手 我去到那時見到那麼多以前的同事 還坐在同一圍我們年代的演員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而且那些相片確實很難再拍得回 所以四大明報再去合體 再拍過一部 不不不不 再拍過一張相片 我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至於剛剛從美國回來的胡定欣 就錯過了緋聞舊愛陳展鵬 和謝文柔的婚禮 是啊 真的 那天是剛剛在美國 很晚才回到 所以就沒有去到 但都很替她開心 很恭喜她 不止是展鵬的婚禮 就連乾仔Brandon的一歲生日會 定人都去不到 是啊 為何每一次Brandon的生日會 我都去不到 但見到她每一天這樣長大 其實真的很開心 因為杏兒都不斷經常都會發很多 就是Brandon的影片給我們看 她哄到我們很開心 我們會覺得她的影片就是一些良藥來的 就是悶悶地又拿出來看 是看到難的 不停重複又禁重複 因為真的很有趣 我會覺得她很開心 我們不停重複 我們會認識 一個幸福的 我們會見 我們會見